台湾业者李嘉勋在矽谷推出了建立在Zoom平台上的虚拟科学课程 是学校不必帮学生采购头盔 也能进行生动的VR教学 如果这个水珠病毒drop到木头上面 它会存活12个小时 然后如果到这个Copper 就是铜的材质上面的话 它会存活4到6个小时 这种技术特别适合抽象的科学概念 根据我的声音和手势的讲解 然后配合虚拟实验室 事实上是让经验更生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 VR和这个隐碍合作业的一个桥梁 VR不是新技术 然而昂贵的头盔是过去发展上的一大障碍 但现在今非昔比 新冠肺炎使得AR和VR的需求增加 也连带的带动了这个头盔的销售 根据记者刚刚实地访查 这个Best Buy等实体店家 就发现了目前价值600块美金的 这个Oculus Rift VR的头盔 已经在弯曲的所有实体店面都卖光了 世上Zoom只有平面的体验 而近来可以呈现3D空间的VR视讯会议软体 就需求大增 在教育训练业务成长长幅高达10倍 除了VR AR则是在零售上找到应用方式 让民众可以看到物品在家中放置的样子 根据Vinzi Research5月份的调查 VR AR市场将从现在的220亿美元 成长到2025年的1610亿美元 看来它很可能是下一个科技业的亮点 欢迎新闻特派记者曾韵晶 在矽谷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